未来的机遇就是研发出更多的产品 让更多的可能来到我们店来享用 老板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来到东森咖啡 网瓶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咖啡蔬食餐具 谢谢谢谢 那能不能请老板您聊一聊 好当初创业的那个动机跟您经营的一些理念 好因为当初的话 因为我是吃环保素开始的 所以想说在环保素当中 我原本就已经开咖啡厅了 那因为吃环保素想说 因为也是为了爱护地球 所以想说那把我原本就是做 昏食的部分做一个转型这样子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想说 原本是做淡奶酥 他说 环保当中他的淡奶也是不行的 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理念一下 才把我什么店转成变成纯维根的一个所谓的谈点这样子 这家店已经大概十多年了 对十一年 今年是卖入第十一年 那我看一下你们的菜单 好像也有那个早午餐 然后清食 清熟食 然后就是咖啡茶而已 对 就蛮多元的 就像一般的咖啡厅嘛 咖啡厅一定会有主餐 也有副餐 也有餐田 因为我们有卖下午茶 所以就是把一些客人所需要的 我们都融入在里面这样子 就是客人来 他可以遇到他有希望 想吃的东西 来点他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那老板可不可以再请你 因为大概经营这十多年来 那请问一下你对这家店 有没有一些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 未来的想法的话 就是希望能做更多的纯绪的东西 也是告诉大家说 即使吃纯绪没有这么的困难 即使在我们日常所得当中的植物 可以取得到的 可以做出好吃的纯绪 是这样子 未来的机遇就是能做出 研发出更多的产品 让更多的客人来到我们店 来享用这样子 就让提供给吃素人 有很多很方便的选择空间 然后纯绪料理一样可以很美味 可以很享受的 因为我们这家的话 我们是采用所谓的原型食物 我们没有任何天下 所以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一些塑料 是这样子 就是以最原始的方式来呈现 这种所谓的食材的部分 那他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都是可以取得到的这样子 又纯净又健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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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接下来请承老板介绍一下 眼前这个 不满一袋被美味的 好 这个是茄子义大利面 它跟那个 它是跟一样它的做法跟那个 一般外面的那个茄子义大利面 它不太一样 它是我是直接把做 做了那个所谓的 昏食的做法的一样 只是把它的肉改成 那个什么都干下去而已 要不然整个流程整个做法是一样的 这种吃起来的话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健康 健康处的客人 他们都集体推这个茄子义大利面 茄子义大利面 这一组的话是属于它的 意大利香料的意大利面 然后它的这边放很多的意大利香料 所以它不然会比较有那个 比较让香气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这是炖饭 这个是咖喱炖饭跟青香炖饭 然后这两组 因为我们有些人喜欢吃饭 所以比较讲的话 就会有面跟饭 这两个主食让它选 那在青香部分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青香我们是自己打的 因为有些东西离到外面去买的话 有没有可能它的味道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的青香是自己打这样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三明治 它最大的特色是 因为天肺的话大家都知道 因为天肺它营养成分很高 蛋白质成分很高 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像三明治 然后它除了酱也是除了满足 我们自调的特制的那个调酱 没有放花生粉 所以吃起来口感还蛮好吃的 对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点研究 就是法式薄饼 一般我们常常听到 一般在吃的法式薄饼都一定要放蛋 跟牛奶 才会有很多香气 可是纯粟的有办法 把这个所谓的法式薄饼做出这么好吃的口感 又很软这样子 那这个蘸酱是 这是植物鲜奶油 这是植物鲜奶油 然后这个的话是焦糖苹果 是我们自己熬的 因为我们的餐点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 酱料的话都是自己做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在套餐 在那种意大利面或炖饭的套餐 我们就会配有那个 沙拉跟汤 然后因为冬天到了 吃沙拉太多 客人有时候会不喜欢 所以在冬天的话 我就会用西式炖菜 就是炖菜 各自各样的饮品 你看你不想喝咖啡的 就有抹茶 豆奶啊 或是所谓的茶类啊 洛森茶 或是热的咖啡 还是冰咖啡 这些都有 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去选择 咖啡 花火茶 对 还有这个 豆奶 这些通通都有 对对对 都可以选择 这样子 看起来好好吃 对啊 有空的话大家可以过来展场 谢谢老板 您今天这么详心的介绍 谢谢您 谢谢